吉安湘浩克艺术村在4月份特别邀请到三位在地的艺术家举办了极野风情水彩画展 主要是以吉安地区的风景人文还有客家文化元素为绘画题材 三位老师作品都相当的细致优美 吉安湘浩克艺术村也欢迎大家可以前往吉安浩克艺术村来参观欣赏 吉安浩克艺术村在4月份邀请到在地艺术家刘伯燕、柯淳美、玉琼黄 举办了极野风情水彩创作展 校长游淑珍表示 浩克艺术村除了推广客家文化也要推广艺文风气 每个党席都邀请到在地的艺术家展现他们的艺术创作成果 希望可以营教优雅的生活美学 彩笔深辉,缤纷吉安 谢谢我们的刘老师、柯老师、玉老师、三位老师的连展 在此次连展中都以水墨为主 能够让我们所有的相亲好朋友 一到我们的展览馆就可以欣赏了三位老师 这样子的一个毕生之作 尤其在我们美丽的浩克艺术村 我们的美术学会 所有的老师们曾经来过我们的浩克艺术村 来做这样的一个写生跟彩绘 未来我们也希望我们打造每一个兵分吉安的美丽的景致 可以提供给我们的老师们 未来每一个地方都可以写下非常美丽的水墨跟我们化作的这样的一个精彩记录 我们兵分吉安欢迎所有的相亲一起来 当然浩克艺术村的展览很多元 而且是一管二管 每一管都有管管的精彩 所以希望我们相亲好朋友 不要错过了浩克艺术村 随时欢迎您来共赏 刘伯燕 柯淳美 玉琼黄三位水彩画家 以吉安的田野风情 人文景致 花鸟动物 还有客家风情等元素为创作主题 展出了近百幅细致优雅的水彩画作 喜欢绘画艺术的民众 不妨来到吉安浩克艺术村 除了可以感受到浓浓的客家氛围 也欣赏到在地艺术家优异的创作表现 这里会今天相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